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不良消息的影响 之后我们一会儿细说 美国三大指数呢 在上周五由上涨最终改变为下跌 跌幅大约在0.4%到1.1%之间 黄金价格目前是压制在1500以下 最新报价1498美元 而石油价格呢 也没有得到很大的提升 目前依然是在57美元附近 比特币价格目前始终没有冲回100美元大关 目前最新的价格大约是在8100美元一枚 在今天的热门话题中 首先我们要来看的是 明天有关澳联储对于澳元的利息态度 我们知道呢 在今年的6月和7月 澳洲央行是两次降息 来刺激澳洲的经济 这次的话呢 也正式拉开了澳洲最新一轮的降息举措 在之前的节目中 我们几次强调呢 这个降息刺激经济呢 就相当于是我们生病吃药一样 它不可能呢 开始几天吃了之后 后面停药 要不然的话呢 病情就会反复 所以这一旦开始降息 那么一开始前两个月降两次之后 势必之后还会有额外的降息举措 来巩固之前的经济效果 从现在情况来看 6月和7月降息之后 带动了澳洲房地产市场 但是准确的说 是澳洲独立别墅二手房市场的回升 因此呢 在这个房地产与之相关的 比如说是建筑行业 比如说是家居行业 受此影响呢 较为正面 但是除此以外 在失业率以及通货膨胀 这两个关键数据上 目前依然没有达到澳洲央行的目标 因此呢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 澳洲央行非常担忧的一点呢 就是中国经济对于澳洲的影响依然是在持续 简单来说就是 中国经济下滑 在过去几年到现在的趋势一直没有终止 我们在说到的L型 L型 这个L型的底部 希望最终中国经济能够从L型转回至U型 但是到目前为止 其实说白了 这个L型左边的这一竖还没有见底 因此更谈不上这一痕了 所以呢 澳洲央行呢 目前也是非常的担忧 中国经济的继续下滑 将会继续拖累到澳洲的出口业 所以呢 不惜现在已创纪录的代价 就是连续五个月之内连续三次降息 来拉动澳洲经济 但是不得不说的是呢 澳洲经济其实现在虽然也是在上涨 但的确也是多多少少受到了中国方面的影响 毕竟澳洲的人口只有2400万 以这个体量来做的话呢 基本上呢 什么市场都做不大 因此澳洲主要的产业 从矿业到农业到服务行业 服务的对象大部分其实就是国外的投资者 或者是国外的消费者 所以一旦海外市场没有像之前一样迅速增长 开始萎缩的话 那么澳洲的经济也将会受到巨大的负面影响 因此从现在来看 根据目前市场公开的数据 现在有80%的预测呢 明天澳洲央行将会第三次降息 这比以前预计的在圣诞节之前 也就是11月降息要提早一个月 那么这也说明 其实澳洲央行对于经济的下滑担忧 也是非常明显 所以呢 不论如何 经济刺激或者降息 虽说呢 从一方面说明是现在的经济数据不好 但这也说明 至少现在的股市的强劲走势还将会继续持续 那么第二个话题我们来说一下中美贸易谈判 我们知道呢 之前已经中美谈了12轮了 那么在这个11国庆之后 中国代表团将会出发前往美国进行第13轮的谈判 那么在这次谈判中 双方也给予了非常高的期望 毕竟呢 我们知道呢 为了帮助中国庆祝11国庆 美方也非常有善意的呢 是临时推迟了对于新关税的征收 中国呢 也是返还了之前征收的美方的部分额外关税 所以呢 双方都已经释放出了善意 我们也是希望呢 在第13轮的谈判中能够取得明显的进展 但是呢 在上周五的时候 美方这个从美国的准确的说 是根据消息灵通人士的透露 也就是没有说姓名 美国目前正在考虑两个事情 很有可能呢 将会对于谈判进程产生不良的影响 第一 就是要求在美国上市的中资企业 遵守美国的这个会计审查原则 公开财务报表允许外资 外国的会计师事务所进入其企业内部进行调查 如果不接受的话呢 将对其建议退市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美国目前正在考虑阻止美国的企业 直接参与中国的投资财务投资 简单的来说 就是买股票和买债券 那么这两则虽然在随后的白宫官方确认 目前来说还没有任何的政策来实施这两点 但是呢 我们知道任何的小道消息 它都不是空穴来风 那么如果这个双方的贸易战的争议范围 扩大到双方的上市企业 以及对于美国限制呢 来中国买股票和买债券 这对于先不说两国的关系 这对于中美两边的股市的走势 都会产生巨大的震荡 毕竟我们知道现在 中美是世界上经济体量第一和第二大的国家 如果两个国家相互禁止购买对方的股票 这将对于股市来说 是一个巨大的流动性伤害 但是对于我们现在小散户来说 我们别无选择 虽然现在只是小道消息 还没有落到实地 但是呢 我们也应该心里要有一个小小的准备 从现在的一切痕迹来看 美国正在实施一个呢 叫做对华的贸易脱钩计划 或者说经济脱钩计划 也就是在不仅仅是在贸易领域 在科技领域 以及呢在这个金融市场领域和中国脱钩 这样一来的话呢 之后它如果再发布任何对于中国不利的消息的时候呢 对美国自身的影响就会小很多 这个经济脱钩政策 其实是非常非常 对市场伤害非常大的 所以我们投资者一定要千万要小心 如果美国之后呢 国会两院通过对华任何的这个不好的方案 或者是议案 间接的也会伤害到未来我们股市的发展 所以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来看一下未来几周 中美两国在13轮谈判中 是否能够传来好的消息 以上就是本期的节目内容 欢迎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